前几年因为老家拆迁,在镇上补偿了一套房子,但是因为离单位太远,房子也就一直闲置着,最近镇上的房租一直在涨,我想不如把这个房子也装一装租出去好了,于是就找了个空闲的时间过去看看。 打开房门,屋里空空如也,其他邻居家估计都已经住了好久了,只有我这里还是毛坯,看来得抓紧时间了,于是我开始在屋子里上下打量,琢磨着该如何装修,但当我走到卫生间的时候,突然看到天花板上怎么通了一根排五管,当初交房的时候我不记得有这些管道啊,而且也不应该这么低啊,都快碰到头了,以后要是做吊顶的话,卫生间就站不起来人了。 不行,这管道肯定是楼上通下来的,我还是要去问问楼上才行,于是我就跑去,交开了邻居的门。 你谁啊你,我是你楼下的,对面脸色明显有些慌张,有什么事吗?我要看看你家卫生间,你凭啥看我家卫生间? 我发现我家卫生间管道被改了,我怀疑是你家改的,你有啥证据说是我改的?那你让我看看你家卫生间,这是我家,你想看就看吗? 好,你不让看,我也知道是你搞的,你最好赶紧给我改回来,要不然我有的是办法治你。 说完我就走了,我找来一个管道工来我家查看情况,那人进了我家卫生间,刚一抬头就说。 好家伙,这都快对我脸上了,你家楼上这是装的蹲便啊,有点不地道了,一般来说楼房想要装蹲便的话,是要垫高自己家卫生间的。 你这房子一看就知道闲置了很久,肯定是楼上看你家一直没有人,又不想垫高自己家的卫生间,所以就打穿楼板,然后跑你家改的管道。 他怎么进你家的? 对呀,他是怎么进来我家的。 哦对,我知道了,我们小区都是密码门锁,当时交房的时候,每家都是统一的密码,我因为不在这住,里边啥都没有,又想不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,所以密码一直没改过,肯定是这样进来的。 那现在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吗? 这你得河楼上写伤,因为他家都已经装好了,你要想解决这个问题,他家就得拆了宠装。 师傅走了,我就又跑上去找他理论,敲开了他家的门,又是你,你到底要干啥?你再这么骚扰我,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 我找人看了,他说你家装的蹲便没法卫生间垫高,所以去我家改的管道。 他算老几啊,他说我家是蹲便,就是蹲便吗?我还说他家是蹲便呢?那你为什么不让我进去看看呢? 这是我家,我为什么要让你进去看?那我家的情况怎么办?你家的情况你问我干啥?我既不是你老子,也不是天王老子,你上货乡呢? 行,既然你这么不讲道理,那咱们就走着瞧。说完,我就走了,难道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吗? 笑话,要真是这样的话,那我就不是王金条了。既然无赖不讲理,那就比比谁更无赖吧。 我跑到附近的市场租了一个二手鼓风机,就是那种嗷嗷的吹风的那种,又买了一截很长的管子。 然后把这些东西弄到了我家卫生间里,因为反水弯侧面有一个检查口,把这个检查口盖子拧开,就是里面的管道。 我把接好鼓风机的管子接到了这个检查口上,用铁丝拧紧。 然后我就在家等着,等什么呢?当然是等奥利给啊。 要,好家伙,消化还不错。 就是现在,我把鼓风机开到了最大的检查口,然后听着管道就传来一阵高昂的惨叫声。 一会儿,外面传来砸门声,我笑嘻嘻地跑过去。 你在干什么?我特别问你,你在干什么?为什么我一冲厕所,东西全喷我脸上呢? 我捏着鼻子说,我怎么知道?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吸奋体质吗?怪不得这么臭啊? 你到底在卫生间干什么?让我进去看看你家卫生间。 凭什么让你进去看?那我这样,怎么办?你怎样跟我有关系吗?你问我干嘛?我又不是天王老子,你上错乡了。 对面低着头,过了好一会儿才继续和我说话。 你到底想干什么? 很简单,把管道给我改回去,并向我道歉,要不然你以后就上公厕吧。 我已经定了折叠床,准备奉陪到底了,不过现在倒是还可以退,你自己选择吧。 行,对不起,是我错了,我马上就找人,把管道给你改回去,行了吧? 说完就盯着头搞了。 你看,早这样多好,为什么非要搞到这一步呢? 还把自己弄了一身凹力给。 有些人他就是这样,你跟他讲道理的时候,他跟你耍无赖,你跟他耍无赖了,他又要你讲道理。 既然他这么难伺候,那就不要惯着他了。 我是王心条,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。 么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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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 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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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